就是這個超清晰可見的颱風眼 宛如大黑洞被稱為 今年最強颱風蘇迪勒 氣象局最快在禮拜四 海陸警報齊發 父親節8月8號直到台灣 基本上它的移動的方向 是比較穩定 再加上它本身 移動的範圍 經過的區域 在海溫都是比較高的 風切也比較小 所以都是有利於 它持續維持比較強的強度 向台灣東方海邊來靠近 短短24小時 就從青台成為強台 暴風半徑也擴大為250公里 近中心最大風速每秒58公尺 從預測路徑來看 8月7號禮拜四會在東部海面 北部東部東北部 都會感受明顯風雨增強 8月7號到8月8號 是影響台灣最明顯的時候 中央氣象局的預測 和日本氣象廳 美軍都一樣 台灣跑不掉 目前直播台灣東部海面來 國外媒體更形容 蘇迪勒是地表最強颱風 900ヘクト巴斯爾 今年最強颱風 我們在2015年最強颱風的超級颱風 蘇迪勒影響時間 大概是在週五到週六一整天 週日則有颱風引發的影響 由於蘇迪勒暴風半徑超過200公里 又是強烈颱風 可遇見風雨都強 民眾要提前做好防台準備 記得張哲如 莊敬軒 SN小組 台北報導